各位好,我是桑水 今天讲一期干货 经常有人问我铁锅怎么用 今天刚好就着一口新锅 我来详细的讲一下铁锅的开锅使用以及日常养护 这是一口新的猪铁锅 表面经过养蛋处理 新的铁锅需要开锅以获得良好的不粘性 开锅前要把它洗干净 我们准备一块软质的百戒布 不要用硬质刷或者钢丝球 那样会伤到锅体 第一次清洗为的是洗去浮灰和一些附着物 我们可以加入洗碗液 开锅为的是在锅表面形成油膜来达到物理不粘的目的 如果有杂质会影响最终的不粘效果 所以这一步一定要仔细洗干净 锅背面也可以顺便洗干净 然后用大量水将洗碗液充净即可 在正式开锅前 找几张厨房纸将水擦干净 一定要彻底擦干 突然残水在开锅的过程中会形成纹理 影响美观 我们的锅已经擦干净了 看不见任何的水 接下来开始开锅 在锅里多加些食用油 同时将锅烧热 用油浸润锅的每一处 这为的是方便接下来的操作 锅热起来后改小火 或者直接关火 因为这一步不需要太热 只是给油升温 增强流动性方便涂抹 润不到的地方可以用油刷去涂 将锅内每处都涂到油后 将油倒出 然后找一块猪油标或者肥肉块 在锅内不停的涂抹五分钟 这一步不能急 调成最小火防止糊掉 不要怕温度非常的好控制 你只要参考油烟 如果冒烟就降温 反之就升温 累了可以换个夹子来做 总之重复涂抹五分钟 涂抹时注意要涂到锅的每个角落 这一步的目的有两个 进一步除去杂质 以及初步形成油膜 你可以延长时间来强化效果 我就做了15分钟 处理完这一步后 倒掉锅里的油和肥肉 用热水将锅洗干净 使用清水 注意之前的摆解布也要洗干净 不要残留洗碗液 洗好的锅可以看到锅里已经形成了油膜 和锅背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洗好锅后一样要擦干水分 然后进行最后一步操作 在锅里重新加入大量食用油 然后涂抹到锅内每一处 这一步可以进一步强化油膜 增强不沾的效果 你依旧可以用油刷将不容易润到的地方涂抹均匀 至此我们已经没有要做的 盖上锅盖防止落灰静止过夜 第二天将锅里的油倒掉 我们的锅就可以涂入水用了 一口非常漂亮的锅就开好 我先用煎蛋代替炒菜 讲一下铁锅的使用方法 把锅烧热 这种涂了油的锅可以通过起烟判断 锅内刚开始冒烟 这时下食材不沾效果好 我现在锅里没加油 可以看到是丝毫不沾的 注意日常不要这么湿 会很伤锅 我只是测试一下开锅后的性能 正常使用还是先将锅烧到冒烟 这时先加油 然后再下食材 可以看到加了油之后就是这么丝滑 这样这口锅对付日常炒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视频最后我还总结了一些日常养锅的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 同学们可以自行截图领取 希望本期干货能帮您使用好铁锅 小伙伴们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提建议 可以评论私信或者发个弹幕告诉我 我每一条都会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